欢迎来消息政治,我是喜耀 柔佛州王储处警方秉公办理保镖打人案件 警方也表示他们将会依法查办 只有检控署可以撤销案件 所以呢,今天的新闻摆出来 就解答了我们前几天我发那个影片的疑问 前几天我那时候就问了 虽然讲说这个受害人 他呢,已经决定要撤销案件 他已经决定了要和平的和解掉这个事情 不想把事情带上法庭 但是这是刑事案件 它涉及到的是我们公众的这个利益 OK,他是按照刑事法点323蓄意商人的这个条文去查的 不管受害人撤不撤案都要继续查 那时候的警方呢,态度是暧昧的 那时候我已经讲了 我们就等这个警方出来表态 按照法律来讲,你不能不查 而随着今天柔佛桌王储处来表态 你也看到呢,我不懂有没有因果关系 但是警方也讲说他们一定会查办 OK,整件事情至少是往正面的方向去延伸的 OK,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在昨天啊,我其实有去看了这个受害人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们得知呢,按照他的说法 其实这个案件有更多更多一些不太公益 不太正义的这个事情发生的 为什么呢?有几点啊 第一呢,就是当这个受害人 当时他被打之后呢,他去警局报案 OK,他去了两次 从头到尾 警方没有委派任何的这个翻译员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 可能是书面沟通 但是这让这一个受害人 他本身是这个失聪人士 他听力,有障碍的 他很难去表达 OK,他只会做手语 警方又不会 所以我猜应该是书面的这个表达了 但是这一点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操守 就是你需要去照顾到 所谓的这一些有特殊需要的这个群体 这是警方第一点 我就认为其实是有失水准 不够专业的这个地方 第二点其实是这次整个案件 让人非常诟病的地方 也就是当这一个受害人 他报案了之后呢 警方要求要没收 或者要查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手机 然后他告诉这一个受害人 讲说呢 我们将会长期的保管你的这个手机 当中呢 是没有解释任何的这一个原因的 OK,然后接下去呢 警方给予这个受害人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你继续的坚持 你要所谓的申诉 OK 那你就会把这个事情带上法庭 而且呢 我们警方也会长期的保管你的手机 你是不能拿回去的 第二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你和平的解决这个事情 接受赔偿 然后你可以当下呢 就直接把这个手机拿回去 所以在那个点上 这个受害人他表示 通过翻译表示了 他自己最在乎的是 他能不能拿到手机 因为这个手机 对于一个 这个沟通上有障碍的这个群体 他失聪 他听力障碍 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他本身是这个电造车的司机 没有了手机 没有联络 不能联系这个顾客 也不能联系家人 对他的生活是会造成极大的这个影响的 但是呢 警方也没有给第三个选择 就只有这两条 你选一条 也因此在当时候呢 他才会选择第二条 也就是和平的解决这个事情了 OK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好奇的是呢 第一 为什么警方会提供两个选择 尤其是第二个选择 我已经讲过了 刑事法典上 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的和平解决这个事情的 是应该继续查的 当中到底是不是有一些警察 所谓我们讲的小拿破仑在里面去作祟 这个东西需要严查下去 而第二点就是 为什么你要把这一个受害人呢 感觉像当成嫌疑犯这样对待 这是这个受害人代表律师讲的 就是有什么理由呢 他来报案 他受害了之后呢 你还要没收他的这个手机 而且没有跟他讲几十K拿回去 是长期的这个没收 甚至在警局里面 这一个受害人 他是想要联系他的家属 警察也不给他拿回他的手机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从现在开始 警方讲要严查这个案件 保镖打人的案件 但是我觉得有另一样事情是值得探究的 就是为什么在去报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受害人会接受到这样子的这个对待 也因此保镖打人案一定要查 但是警方调查整件事情的这个过程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为什么会要求要没收这个手机 甚至是提出说呢 让你和解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这是刑事案 这些事情通通都要查 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些搞习惯 这个事情是影响到公共利益的 我跟你 我们社会的人士 都有可能成为一天要去报案的那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查出来 我们没有去解决那一个根属的原因的话 未来我们就可能是那一个 在查办过程中被牺牲掉权益的那一个人 OK 所以今天不厌其烦的把这个案件提供出来 让一些呢 你可能没有什么关注到新闻 或者是看了不太懂这件事情的人呢 深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继续关注这件事情 而且关注的不只是保镖打人的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警方里面整个程序 这种不合理的事情也应该要查 OK 那这期就跟大家来到那边 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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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